下 雨 河 下雨河 嚇死人啊 嚇死人 所以我剛才把一盤蒜泥直接丟進去這個鍋裡面 來喔 PY下面給你吃 你的君王在哪裡 你將我很笨的人 你今天怎麼跟我一樣穿微色的外套 歡迎來到PY的場 我是PY 現在我們人在 韓國 現在我們人在韓國 然後今天呢 是我們來韓國的 算第三天了 我們今天要去景福宮穿韓服 然後我今天預約好 我們今天呢要韓國公車出體驗 看看會不會像韓劇演的 在上面碰到女主角 天命真子嘛 真女 結果是碰到天子交子 然後現在呢剛好是 楓葉啊銀杏的季節 但是有的還沒有那麼黃 那麼橘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是賭運氣 看看去景福宮會不會比較漂亮 你喜歡韓國的明星是誰 韓國 就補充充啦 李秉憲喔 李秉憲現在應該不會做公車 不好意思 你今天怎麼跟我一樣穿微色的外套 是不是頭緒 我現在穿的 你不想忘記穿 可是 一樣啊 這件啊 好 李秉憲上面都是滿的 這麼那麼安靜 我知道 哇 這裡滿滿的隱形 我們下車了 現在已經到景福宮站了 我是在網路上面先訂韓服 然後我是訂1點的 現在12點 所以我想說來這附近 隨便吃個東西 等一下呢穿完韓服再好好的坐下來吃 不然我怕我們吃到一半又太趕 要趕時間之類的 喔 這邊很多人穿韓服來吃東西 但我真的不太推薦 這邊的東西都紅紅的 如果你沾到的話 就要賠錢 對 所以建議大家前面就小吃 然後穿完韓服之後再吃 比較不會那麼危險 點一個辣茶天糕 然後還有這個日本烏龍麵 還有吃菜泡飯 我沒看到不是扁塊的筷子 所以你等下扁塊快瘋掉了 我們的已經來了 我們的已經來了 還有送一大堆 還是是招待我們 來到時候也要被招待 謝謝 來拍韓服了 然後我訂這家 西花韓服 這是瑞子挑的 藍色 然後深的褲子嗎 藍色可以啊 喔這個可以啊 穿這個啦 喔藍色好像也蠻好看的 嗯 都好囉 哈哈哈哈 我沒有穿過這種風格 因為我想說 之前都是穿那種無袖 像瑞子這樣 瑞子也穿好了 像什麼啊 髮架的 戶房上 他說這個武士 有腰帶 諸葛亮 喔諸葛亮 那個古代人有戴口罩的嗎 刺客啊 蒙面夾 剛剛我問那個店員說 武士要戴什麼帽子 不會認真 好 帥耶 嘿嘿嘿嘿 我們已經著妝完成了 然後春姐現在在等 用頭髮裝了 我們現在已經 進來警服工了 耶 一般進去警服工是要門票 但是如果你穿韓服進去的話 就是免費的 所以如果你們來警服工逛的話 我覺得你們還是可以 穿個韓服進來 拍個照 還蠻好玩的 金玉妍 我沒辦法 他太漂亮了 沒辦法 你是金玉妍 你要想一下你的君王 你的君王在哪裡 想我很恨的人 不管嗎 拍了一大堆照片了 我們很無無 欸喝幹耶 你們在古代 我們在古代 拍完再來休息一下 然後警服工裡面有一間 咖啡耶 我都不知道 沒有走過來這邊 你是當年的下雨河嗎 夏子瑞 你又沒有看那個還豬哥哥 蛤 你有看嗎 我看了三四遍耶 喔真的喔 我以為那個年代你有看 你是瘋了我是沙欸 哈哈 你是看哪一 新的舊的我都有看啊 喔真的喔 你那時候出 那時候 還沒出生啊 1996年啊 對啊 我怎麼會沒看呢 小時候一直看啊 他那個卡帶還是什麼東西 我還有小說 夏 雨 蛤 有一個姑娘 她有一些人心 她還有一些囂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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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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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個姑娘 紫杯 你們那邊 紫杯 啊 喔小明哥 告訴我 夏雨河 嚇死人啊 嚇死人 嚇死人 哎唷嚇死人 你是嚇死人 你是嚇死人 你是當年的那個嚇死人 哎唷 傻了 傻了 我之前有一次二月來 然後這邊這個湖 整個大結壁 我覺得大概十一月非常適合穿韓服 就是不冷不熱 然後你裡面也不用穿髮熱衣 如果一月來的話 真的是太冷了 之前有一次十二月去紀州島穿 然後剛好又在海邊拍 超級冷 然後回去就感冒了 第一次穿韓服的感想是什麼呢 就感覺 以前古代的人要穿衣服出去 應該花個小十分鐘 哈哈哈哈 然後女生裝髮一個小時 可能出發 要提早點頭就洗床這樣 反正古代也沒事做 他們也沒電腦沒手機 好像還好 對啊 然後公司也不會跑掉啊 就是說啊 而且也沒有時鐘耶 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哈哈哈哈 他們知道吧 哈哈哈哈 他們有他們的算法好不好 你學一下那個公主轉身 這不是公主轉啊 公主轉那個身體跟頭要分開 來我來教你 頭要分開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我不會 他幹嘛沒辦法 我都暈了 我們現在在演那個 屍樹獵蛇 突然看到一個超大的沙莉 然後後面這個好像是銀杏樹耶 超大的 如果他整顆片黃色應該很漂亮 大概在一個禮拜 從古代回到現代了 跟大家插播一則好消息 我最愛的AMPM 又要團購了 半年一次 上一次開應該是 五月還是六月的時候 至今已經維持了 第三年還是第四年 反正我總共已經開了大概七八次了 每一次反應都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十一月剛好 搭到他們官網雙十一的活動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既然你們的官網都已經有更便宜了 那我的團購當然要比他們雙十一的活動更便宜 所以呢如果你是要補貨的可以馬上去按連結 那如果你是不知道這個品牌 或是第一次看我介紹的話 我就稍微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AMPM呢是牛兒老師的品牌 這兩罐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發誓我用超過十瓶以上 從他們還沒改版就用到現在了 非常平價CP值非常高 這一罐藍色呢就是B 可以舒緩你的皮膚 然後保濕作用 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敏感 或者是屏障受損 油水不均衡之類的 就可以用這個 它是有10%的神經西安修復精華 建議可以搭配一起用 長期擦的話你的皮膚屏障就會變得非常健康 角質層非常健康 就比較不容易長痘痘跟敏感 像我現在真的不太長痘痘 我現在是剛洗完臉 什麼東西都還沒有上 但是臉上呢就有自然的光澤 皮膚角質健康的話 它就會有自然的光澤 再來這一罐呢就是菸鹼西安跟傳明酸 傳明酸就是可以讓你的 膚色提亮美白的效果 然後菸鹼西安呢我覺得 痘痘肌膚蠻適合擦這一罐 我現在臉都還沒上東西 先擦一下 再來這個新品呢就是神經西安的霜 它叫舒芙雷霜 它的質地非常的特別 就是真的很像舒芙雷 面糊感 但如果你是平常會吹冷氣睡覺 或者是像現在秋冬 就非常適合擦這一罐 隔天早上起來皮膚會變得很漂亮 像我現在就是簡單擦完這兩個 我的皮膚就覺得很舒服了 這幾罐呢有在官網上面做活動 還是要799塊 這一次有搭配六種組合 這個價錢真的是讚讚讚 都是我自己搭配的 那其中一個我最喜歡也最推薦的 就是B5精華兩罐跟B3精華兩罐 這個如果在官網上面799 乘以4的話就要3196 那這次團購呢只要2500塊 重點是還送你神經西安修復精華的5ml 再送你一盒面膜 偷偷給你們看廠商給我的表格 這一組的話原價是5600塊 團購價只要2500塊 那其他的呢也幾乎是大對折了 這一次團購的時間呢是11月20到11月26 重點是前三天粉絲下單裡再多送你一盒千分子寶 天啊後面還有送 如果你滿兩千的話還有蠻額症 滿四千的話還有另外的蠻額症 讚讚讚 詳細資訊呢可以點資訊欄的連結 看看你自己適合什麼還有蠻額症 大家記得要注意 22號前趕快下單才有多一盒面膜 讚!回去韓國吧 我們穿越時空了 回到了現代了 因為我們剛才吃一點點 所以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就去吃飯了 如果大家是坐地鐵來金服工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地鐵站 全部都是這種公廟造型的 那邊都是石牆的感覺 我們坐到中路五街 今天要去吃陳玉華一隻雞 之前吃過蠻多的雞湯 我還是覺得陳玉華的最好吃 他的雞油整是嫩到不行 我們已經進來了 然後我們下午四點來不用排隊 因為我之前來都要排蠻久的 然後人都超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要排隊的話 可以避開一下用餐時間 四個人就是要一隻雞 所以我們五個人他就給我們兩隻 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新年糕 好Q喔 然後他這個口感很剛好 不會太軟 又有苦度 他這個蒜泥呢 是可以無限拿的 所以我剛才把一盤蒜泥 直接丟進去這個鍋裡面 如果你們是喜歡吃蒜頭的話 很推薦你們可以這樣煮 整個雞裡面就會是蒜頭的味道 醬油可以加他的辣椒嗎 你自己一個人吃一鍋 當然啦 他說四個人開鍋 所以你自己一鍋 說我的啊 加油 所以我是多餘的 瑞子吃年糕 滿Q的 全體是吃到那個辣草年糕不一樣 而且其實辣草年糕是很軟的 昨天我們吃那個豬腳的比較軟 然後今天我們中午吃的比較硬 這個我覺得他Q度跟軟度剛剛好 台灣是不是有這種嗎 有嗎我覺得他會偏硬吧 對 把雞吃完了 然後就可以交這個麵條 這樣是兩人份 他會有後面用 是因為怕那個 湯會混掉嗎 不能吧 來喔 一彎下面給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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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發出很驚豔的聲音 他這個麵 吸湯汁 吸得很飽滿 他說本來以為是很普通的 就麵條而已 他說 吃了他就這樣 放對不對 給他吃一口 有吃巴拉西嗎 那麵很Q啊 吃飽了 然後我們吃完出來呢 後面就大排長龍了 現在是禮拜五晚上的5點40分 所以大約5點半 5點就會開始排隊了 如果你們不想排隊的話 可以5點前來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啃骨頭的人 來這裡應該就會蠻開心的 因為肉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湯頭也非常鮮甜 煮麵的話也是讚讚讚 這三位呢 就是平常不太喜歡啃骨頭的 蛤 對不對 他們兩個都不喜歡啃骨頭 還好 所以來就會覺得可能吃的有點麻煩 可是如果裝心好吃我就可以接受 好的 那你這個可以接受嗎 可以 那你每天吃骨頭好不好 蛤 每天吃骨頭 啊如果每天都給我吃這麼好吃我就吃骨頭 沒有沒有 可能有點難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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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